各位同學,我們今天來講的討論的是滾動力矩和腳動量 滾動的物體,半徑的車輪平穩滴滾動時,v等於ωr 那其中v是輪中心的線速率,ω它是車速繞中心的角速率 車輪的瞬間轉動是相對於車輪斜出地面上的p點 車輪相對於磁點的角速率與繞其中心的角速率相同 滾動的輪子就有動能,動能的公式就是這個 以中i為輪子繞著中心的轉動觀量,m是質量 那要其中心的角速度,α的關係就是這個公式 接下來我們再來談例舉,記得這個公式吧 tau等於rf,tau等於rfsi 指點的角動量,角動量的公式在這裡 牛頓第二定律的角形式,就是微分原理 這是指點系統的角動量,一個指點系統的角動量 及個別指點的角動量的向量合就是這個 然後指點系統,也是微積分 鋼頂的角動量,對於固定軸轉動的鋼體而言 其角動量在平行轉動軸方向的分量就是這個公式 角動量手衡,L就是常數,這是鼓勵系統 角動量手衡定律,然後陀螺儀的進動 旋轉中的陀螺儀會透過支撐點到一個垂直軸 進動,進動率是這個,是這個公式 其中m是質量,r是利弊,i是轉動觀量 ω是旋轉速率 好,那今天的討論就到此結束,謝謝大家